美军不择手段围堵中国 美国兵推台海 解放军两名态度 随时准备应对台海冲突 近年来台海冲突逐渐加剧 美国在过去一年中对台湾 以及在亚太地区的战略 做出了高度的关注和重视 5月6日 美国在中国周边部署了30万精卫部队 分别安插在三大军事基地中 妄图三面夹击 意图直指台湾 在过去的一年里 美军至少做过10次以上的兵器推演 结果都大出所料 那么在这30万精锐部队 和太平洋上的航母的排布下 解放军是否能够反制美军呢 美国最新一次兵推 又结果如何呢 美国在中国周边部署了三大军事基地 妄图从三个方向夹击中国 彻底掌握其在亚太地区的地位和权利 是哪三大军事基地呢 第一 日韩基地 在二战后 日韩成为了美国在亚太的战略中心 包括海洛空三个兵种 近些年来 中兴逐渐转移到日本西南方向 其意图十分明显 截至2021年 驻日美军数量已达5.2万 驻韩美军也有2.8万 随着事态升级 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增长 在韩国更是驻扎了美国第八军船的主力 目标支持中国东北和朝鲜 第二 第三岛链基地 随着军事技术的进步和国际关系加剧 维护第一岛链 已经不足以满足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目标 因此美国需要逐步建立更加远离中国沿海地区的军事防线及第二岛链 来应对解放军远程打击能力的提升 美军在湾岛的安德森空军基地 南部海军基地 以及澳大利亚的达尔文军港等都增加了更多武器装备 包括上百架四代战机以及核潜艇战队 第三 印度洋中东基地 美军在这里部署了第五舰队 包括航母战斗群 高科技飞行器 及弹射式飞机等 企图干涉中印边境问题 随着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增大 美国也希望极力遏制中国和中东地区的合作 以达到美国对亚太地区的充分控制 美国在这三大基地部署兵力接近30万人 一旦爆发冲突 其对中国和解放军也是巨大的挑战 那么如此谋略部署 美军真的可以高枕无忧 势在必得了吗 针对美国在我们眼皮子底下的小动作 解放军出动大量军舰和军机 围住台海进行演习 目前多军种演练的主要内容是模拟联合精确打击 据东部战时日消息 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施毅陆军大校表示 4月8日至10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 圆满完成环台岛战背景 这次解放军的表现总结来说 有两个突出的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速战速决 本次解放军演训的一个重点 是要求部队全速到达指定的区域机动集结 追求的就是速度和效率 并且从东部战区发布的模拟打击台湾岛的视频中 可以看出本次解放军设定的精确打击目标是台湾岛的两个重镇 即台北和高雄周边 也是蔡英文当局控制的行政和经济枢纽 这一招突出的就是轻贼先轻王 第二个特点是反干涉 在军演正式启动之前 中国的山东好航母作战编队 就已经预先开到了台湾岛东部的水域严正一带 值得注意的是 国产航母山东舰首次参加了这次台海演习 山东母舰拥有5000公里攻击半径 根据日方统计 从7日到9日期间 山东舰舰载战斗机起降约80架次 舰载直升机约40架次 对此海军研究院副研究员唐力对此表示 作为体系力量 山东舰航母编队参与环台岛演训 是一个突出的亮点 从航母的活动位置来看 已经形成外祖内风固控台独 呼应夹击的力量部署 其射程直接覆盖到第二岛链 山东舰航母编队的存在 有效打破了台独势力 向东逃窜的企图和乞讨外援的梦想 根据相关报道 能够直接打击到美国关岛基地的轰6K 也参与到了本次作战演习中 这次军演已经充分展现出 我国沿海体系作战能力的大幅提升 同时也向台独势力起到了强烈的威慑作用 这些大杀器很明显不是为了岛上当局准备的 而是防止美国和日本的战略冒险 我国央广军事频道 在社交媒体上也提到了夺取制空权 制海权 制信息权 这表明我军的目标不仅是民进党当局 更是来自太平洋上居心叵测的力量 按目前战略装备来看 现在的台军根本没有资格让我军如此大动干戈 但我军人对台湾方向展开了大规模称体系的军事演习 针对的其实是实力更强的对手 一旦双方发生摩擦 那么台湾必将处于风暴中心 民进党现如今还没有看清现实 蔡英文之流总有种能够对大陆切香肠的错觉 今年蔡英文篡美和麦卡西见面 佩洛西访台都在极大程度上 进一步增强了民进党的自信 大陆没有第一时间做出表态 岛内媒体无论蓝绿都表示大陆有可能再给当局降温 以后台湾地区领导人篡美可以形成惯例 随后国防办也有明确表态 指出蔡英文的挑衅行为 触碰了我国一个中国原则的底线 这次警告显然没有正视到蔡英文 这次解放军围谈演习 也是给所有台独分子当头一棒 感谢你 要把汾到iß头和他 ang开 感谢你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这80艘大型战舰 也相当于海军的全部家当 所以在美国的一些议员看来 这也算是取得了所谓的审议 解放军海军战力消失殆尽 美国依然可以维持海上霸主的地位 但同时美方也认识到 再补给不是可选项 美军在这次冲突后 再也无法靠近台岛 但值得关注的是 美方并没有公布使用什么武器 对解放军发起打击 因此我们也有理由怀疑 美国现在不断拱火挑起战争 同时也是在给台军放出讯号 只有从美方获得的武器 才有可能制造出 击沉80艘舰艇的武力 说白了 就是暗示台方 不想让解放军8万人等到的话 最好购买这种武器 让解放军和台军 斗个你死我活 无非一兵一卒 转弱台海和解放军实力 从而达到对亚太地区的 进一步控制 其险恶用心可想而知